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陶 慈禧出逃前,宁寿宫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宫内宫外盼若云泥,一路颠簸,风餐露宿 黄黄如丧家之犬的慈禧,在西陶途中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呢? 今天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二十集 慈禧西陶 在故宫内亭区的东车 有一座特殊的宫殿,这里就像一座微缩的紫禁厂 无论是建制还是规格,都不亚于皇帝的居住 这里就是宁寿宫,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 但是如此豪华气派的宁寿宫 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宫 时隔多年,慈禧太后却搬进了这里 晚年的慈禧在宁寿宫移养天明 1900年,一个盛下的清晨 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 但是一声炮响打破了所有的宁寂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刑挤之下,慈禧带着光绪皇帝参狂出逃 那么慈禧出逃前,宁寿宫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慈禧一行打算逃往何处 宫内宫外探某云尼 一路颠簸,风餐落宿 惶惶如丧家之选的慈禧 在西陶途中都经历了哪些事情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重年先生 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二部,第二十集 慈禧西陶 大家看见慈禧画像,照相 多么威严 他也有狼狈一面 他狼狈一面,记忆中表现在慈禧逃难,喜逃 我分三个题目 一,仓皇出逃 二,废大阿哥 三,扑心恨丸 慈禧在皇宫有好多的住处 比如说长城宫,楚秀宫,养心殿 还有宁首宫 慈禧晚年经常住宁首宫 慈禧逃跑就是从宁首宫跑的 逃跑回来又住宁首宫 过去叫做慈禧西首 首就是狩猎寻首 他就是逃了嘛 还那么好听干嘛 所以我就不叫慈禧西首 叫慈禧西逃 以仓皇出逃 光绪二十六年 这一年是庚子年 就是一九零零年 这一年呢 这个三月 义和团就到了毕竟 四月 日本使馆的书记叫珊珊斌 和德国公使叫克林德 被杀了 千门娄子就被杀了 五月慈禧就主持御前会议 就讨论对外国使馆怎么办 对义和团怎么办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打 打外国使馆 一种意见叫袁畅 他说奸民不可纵 使称不宜杀 这个意见应当是对的 慈禧太后决定 把袁昌等五人骗手斩制 于是呢 七月二十日 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 当天夜里头传闻 八国联军洋人 要攻打东华门 就攻城的东门 东华门 这夜 慈禧太后 如坐针毡 彻夜未免 第二天 就是七月二十一日 一早 正要传早善的时候 一个榴弹 枪弹 落在 明寿宫 乐寿堂 垫那个 瓦子上 宫廷 一片 惊慌 慈禧太后 又顾不上 吃早餐了 马上通知 李莲英 准备衣服 化妆出走 很快 李莲英准备好衣服 给慈禧 慈禧化妆 把她原来 皇太后 朝服等等 换掉 慈禧 急忙忙忙的换上 深蓝色的 民间的 长衫 浅蓝色裤子 白布袜子 青布鞋 光绪 也换上了 普通的 民装 我看到 材料记载 是穿着蓝色的 长衫 有的时候 穿着白色的 长衫 我们不管他 就换成 化妆 是民服 光绪 换上民服 以后 有了书 形容他 亲眼看到他 是活像一个 小火劲 模样 这样到了 晨初 大约早上七点钟 慈禧 急急忙忙 再几个人 就从 宁寿宫的 乐寿堂 出发 绕过了 义和轩 景七阁 前面就是个景 就是现在 我们看的 那个真飞景 慈禧 就通知 真飞出来了 真飞 还跟慈禧太后说 说这么乱 皇帝应该留下 慈禧瞪了他一眼 洋人来了 看这个景 我和你一块 偷景 真飞知道事坏了 马上 阳高 老佛爷 请恩殿 慈禧不动声色 使这个眼色 太监 崔玉 去把真飞 投到那个井里头 就是真飞井 有了书 记载说是 头一天 二十号 投在井里头 从情景来看 可能是临走 寂寂忙忙 因为正好从真飞柱 那个地方通过 前路就是井 头一天 慈禧不可能专门过来 对真飞加以处理 用在匆忙之中处理 完了就出了 真顺门 望左主 就是生物门 慈禧 匆忙到了生物门的时候 他带了很少数几个人走 大部分人都没带 一片人跪在生物门里头 一则给慈禧送行 二则心里头 惊慌悲恐 哭声一片 因为洋人记得自己 这些人生死都难料 慈禧扬长而去 就逃跑了 出了生物门 敌安门 德圣门 就直奔义和园 走了太仓促了 那个锦飞都没有来得及通知 锦飞一听 宫廷乱了 慈禧他们皇帝都走了 锦飞到了生物门 找了辆民车 把他拉到了义和园 慈禧在那还没走 加入队伍 到义和园 稍微停留一下 就直接往温泉方向走 走到温泉这一带的时候 有一个村子 慈禧要接手 到一个大户人家 先生跟人说 有女眷要接手 那时候不行 老北京的风俗 女人不能到人院里接厕所 就说好话 那有条件 第一 接手之前 用瓢咬的凉水 要喝口凉水 消灾 第二要给个红包 去洗 他们都答应了 陪了 陪了慈禧的工女 叫荣儿 拿瓢快乐水 慈禧又顾着尊严了 咕咚咕咚喝口凉水 用了厕所 完了 给人二两银子做红包 继续上车 往前赶路 到了中午 注意 没有在大道上走 他把洋人发现 要跟上劫他 在青沙帐里头 庄介地里头 那里头穿行 7月21阴历 北京正热的时候 回心都是汗 到中午饿了 千步招村 后步招店 吃什么 就有一片玉米地 玉米地棒子 你不能掰 说好了 花钱买了这片 玉米地的庄稼 跟着慈禧 走了慈禧 光绪 皇后 锦妃 害羡其他的人 到这老玉米地的 一个是摘着姜豆 一个是掰着棒子 姜豆也有了 棒子也有了 你怎么吃 煮没有灶 没有锅 没有水 也没有柴 临时 找了一口破锅 井里头 井里踢水 你没有桶 所以我弄点水 弄点柴火就煮了 煮完了以后 现在给皇帝 给光绪一个老玉米 青的玉米煮了 吃起它牙不好 它啃不了 那宫女儿把玉米包出玉米粒 一个玉米 玉米可以 完了一次也慢慢吃 没有水喝 没有水喝 您皇帝太后也没水喝 煮玉米有点水 找个碗成长 慈禧也顾不上尊严 民间这碗 古东宫把也喝了 第二碗给光绪 光绪也不管当不担也喝了 其他皇后什么人一人喝一碗 一会儿就提议 那路上咳了怎么办 有玉米煎吗 玉米煎煎整气点捆好了 割了车的后头 挡甘蔗时 咳了后 嚼玉米杆 解渴 捆着车后头 这么就继续往前赶路 当天晚上赶到贯市 就现在昌平的贯市 东贯市西贯市住在西贯市 到了习惯市 不用踢多狼狈了 一个大户人家一看就看 又脏又没有垫子 也没有被子 太监在公园 就从车上把垫子拿下来 拿到炕上 给慈禧垫着 蚊子就甭踢多狼了 喵喵喵喵叫那蚊子 而且没有女厕所 慈禧跑了一天了 Angeb都不用提了 脸狼狈了 说洗洗脸 没脸盆 怎么办 不是有那印牲口那个马槽 把那算一算 慈禧就在那 给他擦擦脸 这一夜肯定 睡不好了 慈禧一行 逃到这还如惊弓之鸟 说说羊人马上就追过来了 惯事 昌平那也不太远 第二天早上起来 急急忙忙就又赶路 22日 早上起来 顾本上直到两天赶路 怕羊人追过来 赶紧走 走一会儿以后 慈禧又要接手 他怎么办 厕所也没有 慈禧有个紫檀的马桶 也没带 慈禧到庄仪地 庄仪地还有南京的光绪 慈禧是男人 还有太监 所以说说皇后 警卫公女还其他人格格公主围起来 慈禧围在里面 方便 慈禧完了以后皇后说我也要 慈禧不能给他围的 这边围紧了 皇后其他几个女院就在那做个临时的厕所 慈禧上车又往前赶 慈禧天下雨 天下雨 夏天猫 狂风暴雨 慈禧坐那个车呀 它是有一个围子 它有个帘 它能掀得看看 那风一吹那帘就掀开了 那雨就哨进来了 你想那暴雨哨进来了野地里头 整个轮了跟落汤鸡一样 那个车夫 你哨起来看不见 他总是要挡人一点 看那前头 井旁边有个草帽 他说草帽捡起带头上 可以避避雨 就下了车 去到井边捡起草帽 你哪个草帽 一个死尸盖着头在 吓一跳 赶紧回来 接着往前赶路 中午 郝荣找个地 吃了一顿饭 吃什么呢 四喜荒菜后 粉丝荒锅汤 煮食没熬 还带几个玉米 就接着往前赶路 当天晚上 赶到叫做岔道 有个小城也算个镇 进去一看 老百姓都 都逃光了 都跑干净了 找米没米 找面没面 找人没人 人都跑了 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慈禧已经跑了 整整两天了 曾经是锦衣玉士 现在却机场陆路 曾经是威风淋漓的 黄彩虹 现在却犹如丧家之犬 无处藏身 就在慈禧彻底绝望的时候 这时来了一个人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了 叫吴勇 怀来现在之泄 他得到消息了 慈禧在这赶路 他始前准备了绿豆 小米 准备了三锅粥 这三锅粥准备好了 慈禧还没来的时候 溃兵难民 土匪 来喝 你不让喝 那个人比你还横 这三锅粥喝了两锅半 第三锅盛在锅底了 自己来了 锅底你得喝 好晚睡晚粥 晚上住宿 哪有这住 那屋子没法住 有条板凳 慈禧跟皇帝 二宫 宫殿的二宫 太后和皇帝 晚上在哪 就在这条板凳上 慈禧坐这么 光绪坐这么 俩背对背 坐了一夜 凹到天明 真的吗 这事啊 给慈禧 西巡打前战 一个人叫吴勇 到怀哉献之谢 他写了本书 就慈禧 西守 一个实路 应当是可信的 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 早上起来 过去 过去慈禧在宫里头早点 几十个菜 一道一道 慈禧在这儿早点 黑馒头冻过汤 他饿了 吃的还挺香 吃完了借了赶路 这个时候 太监找到一辆车 比较好的一个轿车 后来又换 换成一个拔人台的轿 有十六个人坐后背 又要轮班台 慈禧呢 他坐上轿 这时候就到了怀来县 二十三号 到了怀来县县城 条件少好一点 到二十三号这天 慈禧跟乌勇 有一道哭诉 一面哭 一面诉说 我觉得比较真切 他这么说 连日奔走 又不得饮食 既冷且饿 突中口渴 命太监取水 由井易而乌激气 井没有水 后井内富有人头 不得已 才蜀家杆 与皇帝共搅 略得江汁 即解渴 叫那鼠家杆 来解渴 今至此 一两日不得食 两天没好好吃的饭 腹内疏肾 肚子饿得很厉害 此间 曾否够有食物 有吃的吗 乌勇就说 我这地儿啊 是没有好吃的 一些很粗糙的饭 很委屈啊 太厚了 自己说 有吃就行 小米饭也行 盛好盛好 快拿快端上来 鸡不择食啊 顾不上山珍海味 鸡鸭鱼肉了 这个时候 这个直线一看皇帝啊 光绪皇帝啊 上面有衣无挂 没有挂子 腰间呢 无带 没有腰带 头发长啊 一寸多 蓬头购面 憔悴 以及这是皇帝的形象啊 在这直线眼里的逃难的形象 慈禧就跟直线呢 把他叫我给钱 不用跪着下面 小声说不好意思 说我出来的时候啊 很匆忙 就是一身衣服 已经三天了 大家想看 在玉米地里这么钻 汗都石头了 他说你能不能找点衣服啊 我给皇帝换一换 这直线乌勇就说啊 说我母亲呢 前不久病故了 我的夫人呢 前世也病故了 他们俩还有一点衣服 太后啊 嫌弃啊 不敢呢 进上来 刺激无妨无妨 有衣服就可以 他刚要去找衣服 刺激别走 小声说 有鸡蛋没有啊 找几个来 他说现在啊 百姓啊 逃难都走了 溃兵啊 抢过几次了 家里都空了 不过我可以看一看 之前当真啊 老太后要吃鸡蛋啊 是吧 一家一户找 这家伙没有 那家伙没有 找了好多家 在一家那个抽屉里头 找了五个鸡蛋 这个鸡蛋很高兴啊 可找到五个鸡蛋 让人家煮了 带了一小缩 那个咸盐 我牌端的 给刺激借上来 说就在一家 人都逃跑了 抽屉里头 找了五个鸡蛋 煮了 给太后送上来 四季很高兴啊 当上面就吃 宝贺就站在眼就吃 吃了仨 说这俩别吃了 这俩送给皇帝吧 送给光绪 光绪见这俩 高兴的不得了 我赶紧托了 包了瓶 把这 光绪把这俩借在那里吃了 皇后啊 锦妃啊 都没份 过一份 拿四个包袱来 这之前她母亲呢 她的夫人呢 一切都过去 给女人的衣服拿了 四季也不管好坏 宣似穿上了 光绪也换上衣服 出门三天了一身汗啊 第一次换了件衣服 这个乌有 还是很细心啊 梳头的梳子啊 粉盒啊 胭脂盒啊 她夫人员来 找你献给太后 过去四季 哪喜欢 哪看成这些啊 太后 把脸洗了洗 化化妆 说一句话 说我把指甲剪了 她指甲两寸多长了 宫女儿把她指甲就剪了 像慈禧又换上妻装 妻人的服装 光绪就是船里稍微干净点 在这个淮来县住了三天 稍微挑战一下 出门之后 慈禧又坐上八人台大叫了 略微有点神奇了 接着往前走 往前走 就逃到了太原 住在山西省巡抚了 那个衙门里头 临时改成行宫 这是八月十七 到了太原 到太原 住了几天以后 他怕八国联军接着追 追到太原 就再往前走 就奔西安方向走 到九月初四 就到了西安府 住在陕西省巡抚了这个衙门 临时改为新宫 这一住 住到第二年的八月二十四 开始返城 慈禧在逃跑的过程里头 一面逃跑 他也思考 也反思 所以在返城 回来的时候 做过一些重要的决策 其中一条 就是废大阿哥 所以我讲了第二个题目 二 废大阿哥 这大阿哥怎么回事呢 就是五须政变之后 慈禧想把光绪废了 谁来接替呢 就是载仪的儿子 叫蒲俊 蒲俊你给个什么名 给个太子也不好 他荣禄给出一 叫大阿哥 就是准备让他继承谁呢 继承同志皇帝 废光绪 还没来得及废的时候 就发生了八国联军的事 为什么要废大阿哥 因为八国联军的事情 跟一和团有关 一和团又跟载仪有关 载仪等等他们一伙 都是支持一和团 支持攻打东邀明皇大使馆 所以在西桃的路上 就把载仪这军级打成免了 相关的几个人也免了 又往前走 慈禧感觉到 还是李光绪为好 废大阿哥为夷 所以在路上就决定 废掉大阿哥 清德宗十路 就光绪十路 记载这个事情 说光绪二十七里 1901里 十月二十日 慈禧太后遗址 普俊 说撤去大阿哥名号 并济出宫 这个决定太重要了 为什么太重要了 因为大阿哥不是一个人 是代表整个一个的社会力量 集团力量 就表示对这个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击 如果真的是大阿哥继承皇位的话 那还不如光绪了 这大阿哥是个什么人 宫女谈网路 这个主人公叫荣儿 西桃的过程里头 整个天天跟大阿哥在一块 他说大阿哥这人 你说他傻吧 他又不傻 他学那个贪心培 王大头 就王贵温那唱技 学的倍儿像 特别像 学的武打什么的 说特别 灵脚特别像 你说他聪明吧 他又不聪明 人间世事 全不懂 整个一个贵族的顽固 堕落的顽固子地 西出逃难 形势多危急 气氛多浓重 他照样玩 照样闹 照样混 不懂事 废了之后就出了宫 他父亲也给发到新疆了 他就干嘛 荒淫 去酒 抽大爷 把他们家几代 积累财产 房产 土地 珠宝 等等 全卖光了 全造业完了 到后来吃饭都没吃 原来跟他不错人 救济他一碗粥喝 都感恩戴得 可怜到这里 后来没饭吃 别人就这么救济他 日违的时候 落魄 而死 你说这样人家继承皇位行吗 慈禧这个人 完全从一种私心的角度来立这个大哥 上慈禧回到北京 住在宁首宫 乐寿堂 慈禧究竟在路上经过了磨难 究竟看到民间的实际情况 原来没见到过 哪见到农村这个情况 所以路上要发了一些指令 发了一些遗旨 要进行一定的社会改革 变法突新 但是 微是玩意 有第三个题目 三 突新恨玩 为什么恨玩 第一 丧失民心了 你思习光绪 你西逃了 北京城的老百姓啊 真是 深陷水深火 德军那个统帅啊 瓦德西啊 他说 占领北京之后 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 其后 更基于私人的抢劫 北京居民 所受之物质损失 甚大 接着他又说 因抢劫时 所发生之 枪奸妇女 残忍行为 随意杀人 故意放火等事 威术 威术 极其不少 义和园 圆明园 天坛 仙龙坛 皇宫 曾经遭到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 所掠去的文物珍宝 没法计算 在慈禧回城的路上 一个重要事情就签订新丑条约 新丑条约是十二款 十二条 其中一条就是赔款 赔洋人 白银 四万万 五千万两 加上利息 大约九万万 八千万两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款 合计大约 白银 十万万两 和清朝当时国库总收入的 会计年度总收入的 十年的总收入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 跟外国人赔款 最多的一次 前哪来 完全老百姓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特别是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没有资本 没有资金 钱赔外国 历史已经筑成了 人心已经丧尽了 这时候慈禧回来要做一些改革 改宗比不改好 但是卫师晚宜 慈禧回来四年 1905年通盟会成立 过了三年 两宫宾天 慈禧和光绪 死了 又过了两年 新海革命 清朝灭 民国建立 中华 新生 就历史提供给慈禧的时间 又没有了 你回来以后想改 你错过改革时期了 这应当是慈禧 西桃 给予人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谢谢大家 至此 由严崇离老师主讲的大故宫系列节目 暂时告一段落 在下一部节目中 严崇离老师将带我们走出故宫 探秘与故宫相关的王府 皇家民宫院友 以及避暑山庄 沈阳故宫 台北故宫国务院等 进一步解读 突然壮阔的大故宫历史 敬请期待 这一段延续了250多年的动荡时期 却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 这就是战国 战国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列宇 它以风卷谈与之时 变革着旧国的秩序 中原大地上 曾经兴如其步的诸侯国 这个时候变成了以七个大国为主的相互对峙 就是一个新世代开始前的辨识 那么这个激荡着血与火的辨识 它是从哪次方面开始变化的呢 进行收看细节节目 战国七雄之大烈烈 这是根本的冠军 这是根本的冠军